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把它们进行归位 也许 轨道是正确的 但相对位置错了 等等 根据会星以及小行星的分布 代表的是七十几天前那场流星云 我来复原一下 你居然还记得七十七天前的星象图 我拍了照片 嗯 不错 苏玛在哪儿 会不会有危险 重力机关 不就是密室里的项目吗 看来是跳错了就会被撑估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刚才我好像掉进一个好长好长的噩梦里啊 第一题 本学期放学后还在开放的晚自习室 在哪里 晚自习 我们最近晚上不是一直都在行下证义吗 啊 姬 我 我们不是都在下逛吗 你不懂 那叫做侦查 维护治安 那 那怎么办 图书馆 回答正确 学校图书馆 不愧是夏德罗斯 特雷普老师的下午茶是几点 还有下午茶 四点 回答正确 哇 最后一题 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是什么 当然是汉堡 回答错误 姐姐做的什么都好吃 我该怎么说 难道报菜名 回答错误 啊 我还什么都没说 我知道 是鸡腿 回答错误 就是鸡腿 说了错误 那 那个 鸡腿 错 笑笑饼干 回答错误 这个牌子的汽水没见过呢 汽 汽 哦 居然是汽水 汽水是饮料 懂不懂 最美味的食物是汉堡 看来很轻松嘛 嘿 暗影使者大人 身边最好的朋友 就是你吗 啊 对对对 哎 听我说啊 我读了很多暗影使者大人的小说之后啊 发现男主角都戴头巾 嘴里掉根草 说话总是生气凌人 根据我的观察 这位男主角的原型很可能就是 你们两个认真一点 这种弱质的机关 我可不想跳第二遍 越听越想 安静 跳送会拿你几天的 对了 暗影使者大人的朋友 我最近也想写本小说 主角是绿头发 陆其妆 手里拿一把大刀 又帅又酷 能不能请他给我弟弟建议 绿头 陆其妆 拿大刀 也不是不行 可瑞 凯莱 宗马 你没事吧 我刚刚梦见自己变成球了 你还没认住我 那种事情 多锻炼就会恢复了 啊 就这 写算密室 不过如此 能在学校里建造密室 这个人不简单 等等 安静姐去哪了 我在这 大头龙 你怎么到这里的 太黑了 我和大家走散后 靠着树枝就走过来了 是宝藏 太重了吧 这里面装什么 斩把锁 看起来好眼熟 恭喜大家完成测试 来到这里 能改变命运的宝藏 就在你们面前 但是 你们以为凭凡人之需 就能得到它吗 前面的测试不过是过场 接下来 你们就面对真正的炼狱 哈哈哈哈哈哈 什么人 啊 站住 不许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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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宝窝啊 比那把锁还廉价的东西 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啊 扑子鸡 还是古董型号啊 浪费了这么多时间 偷偷摸摸的喳喳 给我出来 出乎我的意料 但不得不承认 有时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同学们 稍安勿躁 先来欣赏一场精彩的表演吧 是 因为 不许里面 都花了 词 正常 词 太宽 大 吴 瘍 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